來看看這個走到了哪裡去呢 奧迪 走到奧迪 奧迪的S5 S5 這個展場 S5在扮演的一個級距 在奧迪的這個各級距的車子裡 當然它有S4啦 S6啦 那還是S5啦 所以講到S是 就是性能跑車 講到RS是更性能版本 沒錯 對不對 S5性能跑車 馬上來看看這台車子 來 我們看一路野連的 很漂亮 這個我說他很漂亮 我說Model很漂亮 Model很漂亮 車子真的好漂亮 剛剛先看Model 車子真的相當美 而且很有質感 那個整個鍍鉻的一個後視鏡 看到沒有 看到了 我覺得一般人 你能夠把它這樣子搭上去 能夠搭出來那麼漂亮 不會突兀 對啊很協調 非常協調 那個協調性 那個美感就存在了 整個外觀S-Line套件上去以後 真的是更顯得殺奇 S-Line就是Audi的一個 動力的空力包件 可以上去 你可以其實從各個細部去欣賞這台車子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從各細部 其實一點都不馬虎 其實這部車它的重點就是說 它有六速手排 六速手排 然後跨手的四輪傳動 跨手的四輪傳動 還有跑車化的懸吊 還有它非常高性能的煞車系統 這些 當然它的4.2這顆V8引擎 354匹馬力 跟44.8公斤米的扭力 0-150.1秒 都是這部車的特點 其實有時候感覺Audi的車款 其實做起來細緻 而且非常好 而且非常 質感又有個性 又有品味 對 它給人感覺就這樣 你還有什麼稱呼呢 當然我覺得它也是非常有質感 這個品味突然讓我想覺得 北極熊 那種感覺 對熊抱著的感覺 出來這樣子一個性能的 一個座椅上面 那種感覺 當然這台車搭的是 六速手排的變速箱 六速手排變速箱 可能在我們台灣的朋友 可能大家比較 不那麼習慣了 當然有剛剛我們剛剛講的 也有自手排的車可以選擇 自手排的車可以選擇 自手排的車可以做選擇 V8 FSI 這顆引擎 來我們看一下設計感在哪裡 因為引擎這個蓋子 相當漂亮 對不對 我整個引擎室都有設計感 整個布置設計 對不對 我覺得你先看這個車子的設計 打開引擎室來看一看 你看那個線的配置走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大家看車子的一個重點 當然它所爆發出來的動力 再剛剛告訴大家一下 好 354匹 354匹44.8公斤米 沒錯 來我們帶大家看誰屬這台車子 好 來繼續逛著逛著 你還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講嗎 它是第一季就有引擎 你真的是很喜歡它 對對對 這重要的購物資訊 大家跟大家講 今年大家就可以看 而且配合才10台而已 今年喔 今年配合才10台 只有10台 所有搭載的配備 S-Line全部都上去的 但是現在車展結束以後 可能訂單已經 我覺得應該快買10台 價錢大概到多少錢 它是 現在是預估380到400萬 380到400萬之間 對 的確要用它 的確是 有些人可能覺得便宜 我們兩個會覺得 信蘭銘也覺得很便宜